你知道露天体育场里的褪色座椅是怎么翻修的吗? 或许大家会认为是重新涂抹燃料,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麻烦。 你只需要一把火焰枪对准座椅来回烧一遍,它就能光亮如星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其秘密就在于椅子采用了一种热塑性塑料,它在一定温度下可以软化或融化成任何形状,冷却凝固后形状却不变,并且融合过程各一多次重复。 而塑料本身的可塑性始终保持不变,比如生活中常见的PVC管、汽车、保险杠等,同属于热塑性产品,而汽车褪色后同样可以用火烧来将外壳紧一翻新,使其表面融化成素,自动照平。 如此以来塑料本身的颜色就会再次显示,值得一提的是,这种材料环保性的优异可多次回收利用。 经过测试在重复使用64后,性能依旧没有明显下降,而除了一种热塑性塑料以外,还有着一种热固形塑料, 它在加热定型后,无法重新塑造使用,例如瓶子以及乒乓球,就不适合火烧翻新法。 除此之外,这种方法并不局限于塑料上,比塑料精硬的石头,同样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翻新,它主要针对的是一种火烧石。 这些石头长期暴露在空气中,受到长年的腐蚀和风化后,外表的质感会受到影响,因此就需要3000摄氏度的高温灼烧,使表面受热产生不均匀膨胀,从而形成粒质片,甚至变透明。 而这种石头就具有着一定繁华效果,就要应用在墙面修建,以及地面的装饰材料上。